大家好 在过去几部Power Query的影片中 不可避免的都要面对资料位置 这期就来聊聊Source Folder 过往的范例都是将资料档放到一个固定的资料夹 借由移动资料的方式来整理不同的资料 如果资料档案释放在不同的资料夹 譬如2022Q3、2022Q4 或者当打开档案后出现找不到资料夹的错误讯息 那么又要如何修改设定 在每一个查询的第一个步骤都是来源 有些来源是档案内的表格 有些来源则是资料夹 甚至有不同类型的来源 在目前的阶段 大部分面临的都是已经完成的档案 或是接收到的档案 如果档案来源比较单纯 在编辑列上直接修改这个资料夹位置 或者点击来源的小齿轮 在这组查询就有两个位置需要修改 但如果档案里有很多组查询 那将会有更多的来源 如果还是手工修改每个位置 将会有所遗漏 点击资料来源设定 就可以看到这个档案里面所有查询的来源 按下变更来源 这里面就和小齿轮的内容相同了 如果这个查询的运用 会不断地变动资料夹位置 那么应该要如何设定资料夹位置呢 新增一个空白查询 将资料夹目录贴入编辑列 修改这个查询名称为FolderB 复制这个名称 贴入来源资料夹位置 注意 只要贴入名称 不需要加入括号 必须将所有来源是资料夹 全部替换 以后如果需要修改资料来源位置 就直接在这个查询修改 还有第二种方式 点选管理参数 看到里面的参数列表 这个参数1就是查询列表中的参数1 新增一个参数 将参数名称设定为ParameterFolderB 将资料夹位置贴入 点击完成 就会看到ParameterFolderB出现在查询清单 同样的复制这个参数名称 贴入来源资料夹位置 参数就表示它是设定好的讯息 直接应用在函式里面 原本的括号加上来源位置 就等同于这个参数 如果需要修改来源位置 就直接在ParameterFolderB修改 如果你希望有更方便的修改方式 也可以将资料夹位置放在工作表 将这一小段资料转换为表格 注意表格的名称 如果直接使用范围带入Power Query 可能会出现不预期的表格名称 这个表格名称改为FolderB from C 并且将这个表格带入Power Query 当然带入的表格只有一个值 按右键选取向下切入 可以看到前面的图案改变了 将这个查询贴到来源位置 就会看到Formula Firewall的错误讯息 大致的意思就是 它不能存取这个资料来源 如果按下编辑设定 就等同于选取来源资料夹位置 档案 选项及设定 查询选项 隐私权 点选忽略隐私权等级 可能会改善效能 虽然错误讯息还在 但是查询的警告已经消失 继续把这个查询名称贴入 其他来源位置 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也要注意来源的安全性 按下关闭并载入 就会看到这个查询又生成一个工作表 你可以选择修改连线方式 并删除工作表 如果调整来源资料夹 就可以在这里直接修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